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个咒字 咒文的咒 咒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咒四声咒 之欧咒四声咒 咒是指人的脸部皮肤因为干缩而出现的纹路 如咒文 咒也是指表面有折纹的物体 如唐朝时 就把熟透晒干过的红枣叫做红咒 就如反除动物有四个胃囊 其中有一个胃的内壁咒文很多 就叫做咒胃 咒也当动词用 如咒眉就是把眉毛挤在一起 在五柄的情牛记当中有 跨下糟灵垢 敢把眉痕咒 咒又可以形容人物身上有咒文的样子 如路由的山访诗当中有 东途西抹非无异 咒面诛间太不宜的句子 诗中的咒字呢 就是当形容词用 与咒字同音 字形跟用法很接近的 是左边的这个咒字 国语诸音也是枝欧咒四声咒 这个咒是古时用格草纤维编成的一种很细的布 后来咒也用来称呼丝绸制品 如浙江湖州所产的咒最为有名 又称为湖咒或咒沙 咒也做动词来用 如王家俊的吴提诗当中有 这是说一幅因为乱七八糟的折叠经常是咒咒的 而桌上的书本经过不停的翻阅也很不整齐 最后要说明的是 这两个咒字要把它区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 我们只能够这样来分别 如指人物表面的纹路就用皮布的咒 可是指丝绸制品的时候呢 用密布的咒 至于其他的场合 就只有斟酌情形依照习惯用法来决定了 今天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